哈喽大家 我们又来了 带我客人来再看一下这个房子 然后他们有一个新的计划 会在除了我这一层后院 跟下城市的后院再做一层 所以我们可以下去看一下 因为后院还有土地 没有利用去 所以就是面前的这块土地 他们打算把它做成一个 专门给宝宝玩的 比如说足球场或者是游乐园 滑滑梯 那么等于说这个房子的所有的土地 全部被有效的利用了 现在这一块最低处的土地是控制的 室内上一次大家已经看过了 我们简单的再回顾一下哈 我们下期再见 上一次没有对车库做很详细的介绍 这个车库可以容纳五辆车 这边是两辆 这边是三辆 所以有足够的空间 对一个大家庭 正门的这个巨大的玻璃落地窗 非常的气派 而且提供了足够的光线 这栋别墅有一个全屋的联网的音响系统 你可以在一个卧室通过这个音响系统呼叫整个别墅里面 比如说房子太大了你要找一个人 你可以呼叫在哪里 那整个别墅都会传出你的声音 这个房子所有的装饰品 如果你想要买下的所有装饰品 包括家具的话 它的总价格大概是23万美元 然后它也可以给你一个长长的列表 你可以去勾选哪些我要 比如说这幅画我要 这个床我不要 你可以选一些 它会给你相应的报价 然后如果你想要全部的话 大概就是23万美元 当然这个价格是可以异的 可能比如说我们21万22万也可能买下来 整个所有的屋子 你看到的东西 都是可以商量可以买的 上一次是我们领导帮我们拍的 然后光线控制的不太好 我们看一下主卧室的更衣室 这是更衣室 这间主卧室的亮点是更衣室附带了一个另外的房间 他们现在布置成家庭按摩室 可以从外面请按摩师过来到家里做按摩 其实这个房间还可以做更多的用处 比如说附属的一个阅读室 或者是小的书房 办公室都可以 然后这种空间 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 不只成为一个小朋友的阅读角之类的 我觉得孩子们会非常喜欢这里 上次已经介绍过了这个三层的整个一个开阔的空间 可以做多种用途的 然后我决定在这里三楼的阳台放下我的航拍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Yizą Ro Yes ON 除了要把后院第三层做成宝宝乐园之外 屋主现任屋主还计划在门口 在一植一棵非常漂亮的树木 他们还在继续的往这个房子上投资 以获得更多的买家 所以这个屋主是很有诚意的 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也有商量的空间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联系我们 我真的很希望听门有人把它给买了 然后租给我